發揮是發揮在哪裡 花費 教育啊 跟年輕家長大聊育兒經 賴清德24號左訪親子餐廳 傾聽家長心聲跟意見 要讓他的政策能夠更貼近民眾 還有小朋友投言同語 提早 媽媽想就是到三點下 一直想要提早下課 未來可以來研究 賴清德要當家長最強後盾 已經拋出一系列育兒政策 像是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 學費補助等等 希望減輕家長們的負擔 而他也持續強化國政優勢 主打內政三支箭 拋出政見願景 推廣民主大聯盟 最後是強化組織戰 爭取人民認同 賴清德推政見 力拚跟對手拉開差距 似乎收到初步效果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 賴清德七月份民調 百分之三十五點一 跟六月相比持平 可問者則是百分之二十四 比六月份奏疊四點六個百分點 而侯友宜微幅上升到百分之十九點九 可問者民調暴跌 除了跟七一六遊行後相關爭議外 過去北市府財政爭議也被挖出 北流欠款一點九億 每個月有八十萬利息 現在更有監委要來調查 可問者自信大喊 北流我蓋我負責 法律訴訟案件的賠償款 一律不編預算 全部用二倍金解決 蔣市府他說什麼要編預算 其實那是不對 會用墊付的方式 避免一直產生利息 以市民的權益 為最優先的考量 過去很多 沒有經歷的制度 我們重新檢視 蔣市府幫柯市府處理善後 而柯文哲把北流問題 推給政治攻防 隨著大選逼近 參選人昔日爭議也被一一挖出 三類新聞黃英傑 永遠播台北參報道 中文字幕提供